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盡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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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認識 那個 加力 大蒜 蒜頭的 這種的物質 無論在中式的煮食,或西式的煮食,都很常用 尤其是在預備食物時,用來做鍋子 一放進去炒香,那股香味很刺激到人的食慾 但在醫療功效上,袁先生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看看它有什麼功效,可以不可以? 我相信,賴蒜沒什麼人沒吃過的 是一種很普遍的食物 但我通常,好私人就當作食物般吃 一般會在煮菜上加進去 這種方法是全世界通用的 都是作一種,令到你增加你的食慾 令到你那個食物,可以簡單來講 開胃的,開胃菜 原來,大蒜的歷史有成九千年以上 大蒜本來原產地是中亞洲的 但現在在地中海、地域、非洲、歐洲都已經常用 早年,譬如在羅馬大國、希裂、埃及 都是一直大量應用這些大蒜的 大家聽過希波格拉底,自然醫學之父 他都覺得他會用大蒜 因為他對付一些所謂傳染病 尤其是用一些搶導的毛病 在早年,他們說在建金字塔那些工人 都是會給他吃大量的大蒜、洋蔥和韭菜 即是蔥菜類的食物 可以這樣說,在羅馬帝國的時間 大蒜是一個整個區域的,是一個很主要的食量 原來在十二世紀,有一位德國的忍者 神秘者,叫Hildegard von Bingen 他當時建議用水煮熟這些大蒜 兌20分鐘,然後喝這些茶 是用來治療什麼呢? 支氣管的毛病,例如烤喘這些 其實這種方法,到今時今日 很多地方都是用這個方法的 也都知道,有時候有些人用蒜來煲水 用什麼呢?醫治香港腳 這些香港,很多人都聽過 原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個1914、1918年 大蒜都是經常在戰場 用來處理傷口和感染 那些發炎 亦都當成一種天然的抗生素 因為那時候沒有抗生素 你記住,第一次世界大戰 還沒有抗生素 亦都是一種殺菌的作用 好了,到1924年 他發現,其實是用來這一種 叫做懷血病 Scurvy 大家現在都知道 懷血病,所謂Scurvy 是做什麼呢? 是維他命C缺乏症來的 原來大蒜是維他命C的含量 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也有時候,吃維他命C 不是只吃橙 不是吃檸檬那麼簡單 原來大蒜都是維他命C 含量非常之高的 那現在我近年來 就用來一種天然的抗生素 來刺激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也做什麼呢? 很多人都知道 大蒜是可以幫助減血壓 可以幫助血壓的 在營養方面我們先看看 很明顯 它的味道是很濃的 這些大蒜頭 也有很多營養方面 即是草本的營養 抗物鹽,維他命和抗氧化 這些成分當然是發現 有很多健康上的用途 這些大蒜頭 原來含量很高的鴿 它叫Protestium 鐵 鈣 noc 鈉 酥 生 和生 粉 錫 晳 你知道啦 überzeugingen,氣약是菲和酥 這些是個 те lesbian 現在很多人們都缺乏 我們知道它含有一種 叫做大蒜的那種LAC 這些大蒜的树是一種柔 obviamente 硬是一種柔和混合物來的 很多時候有些生的大蒜 哇,很辣 就是因为这些硫黄的大蒜素 有种很辣的口感 当然我煮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把这些辣的成分消掉 在大蒜的功用来说 在传统的医学上 都知道是一种天然的矿生素 天然的消毒药 亦都是抗细菌、抗病毒、抗毛菌 有这些活动的 亦都是一种排气、引力学气、排气、发汗 在功能上是有这些功能的 好了跟大家再分享在医疗的用途 医学用途的大蒜可以做到什么呢 大家都可以知道 其实食物是最好的药物来的 看看那个暗瘡 原来可以混合蜜糖、醋 或者那个姜黄粉 可以医那些暗瘡的疤 甚至是预防暗瘡继续生出来的 知道因为它有一种清洁作用 有一种抗生素的作用 可以帮助这些痘痘 很多人呢 严重的 比如青春痘 通常去医生 医生给你什么呢 抗生素 吃抗生素 知道这些做法 是会破坏我们抢导抑菌的 好了 它有一种是抗毛菌的 很多时候呢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时候它会加到那些油 那些lotion那里 就是医那些皮肤的毛病 那刚才所说的 你可以点到那些暗瘡 暗瘡点那里 还有那些所谓香港脚 或者那些鼻疡 痕痕 有些人在阴囊会痕痕的 或者有些是那些 所谓那些 还鲜 还鲜是其中一种抗菌的感染 好了 另外呢 就是酵犬 那怎样去采用呢 我们可以在医酵犬那里 我们每一晚 淋饭之前呢 就拿一杯椰奶 就加三粒 这个蒜头呢 是煲它的 OK 那用了之后呢 就喝这个 就可以帮助大家 就是预防或者减低这些 酵犬的发作的 那当然有些有些时候呢 这些人呢 就用那些 癌碎那些 那些大蒜粒 就加一些 醋 那我觉得呢 用椰奶呢 是比较好些 那我为什么说用椰奶 不是用牛奶呢 那大家知道呢 牛奶呢 是对那个 是一种野谈的 那很多人呢 呼吸系统问题呢 很多人呢 都因为奶的敏感的 嗯 另外方面呢 就是那个血管硬化了 那我们研究发现呢 用那些新鲜的大蒜呢 或者大蒜那些 那些功能食物呢 大家都听过的 现在很多这一类事件 很多的 是可以呢 避免呢 那个血的传失呢 以及呢 是消除那些那些血块 就是已经生成的血块的 那些大蒜呢 是可以预防和治疗这类的问题的 血管硬化 好了 血泉呢 如果你万一血泉出了之后呢 那你可以用一些生的 每日呢 是吃生的大蒜粒 可以加强你的身体呢 是溶解这些血块的 那可以呢 就是可以预防你心脏病化 或者中风呢 就是可以预防你心脏病化 那在医学上呢 都发现呢 如果经常吃蒜头 或者吃那些大蒜的 那些营养那个补充剂呢 那个中风心脏病的 是危机是减低的 好了 血压相当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市面呢 其实都很多这方面的工具 那原来呢 我们身体 我们就是看身体里面 有一种的放松肌肉的物质 我们叫做腺针 Adenosine 这种的能够放松 我们肌肉的物质呢 就在大蒜里面含有 一种腺针 Adenosine 那就是可能呢 因这个成分呢 就帮助我们那个 减低血压的 好了 癌症了 这个真是现在人 就是听到都害怕的了 那我们发现呢 在食物那方面呢 如果经常用到蒜呢 在某个程度上呢 可以有一些保护我们 就是出现那个乳癌 纯尼线癌 以及后龙癌的 那作为一个对抗癌的物质呢 它里面呢 有一个呢 叫做Dialel disulfa 那是二希丙基二流化物 二希丙基二流化物 Dialel disulfa 那原来呢 这个呢 就是帮助我们呢 是减低我们某些癌细胞的成长的 那所以经常吃大蒜呢 是可以减低那个大肠癌的风险 肺癌呢 和食道癌的风险的 那也呢 大蒜呢 是会减低我们痣癌物质的影响 所以因此呢 是减低那些不同的肿瘤 和乳癌的 好了 蛋护醇了 OK 那虽然我和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蛋护醇不是一个问题来的 不用再去理会这件事的了 那但是我们发现呢 那个大蒜呢 是可以减低蛋护醇的 那也都可以呢 是减低那些所谓坏的蛋护醇 就是低密度的减货醇呢 而是增加好的蛋护醇 就是高密度的蛋护醇的 那这样 那其实一天呢 吃一两块 那就已经可以足以呢 是将我们的血压 那个蛋护醇的水平呢 是减低 好了 接着是雙风啦 雙风很普遍的东西啦 那有些大蒜方面的研究呢 是发现呢 大蒜可以预防 和治疗一般性的雙风的 如果那些人呢 是经常吃那个大蒜的大蒜的话呢 他们的雙风是少些的 就是比较一些所谓的对照素 那这方面呢 是做过一个科学的研究的了 那当然呢 如果你说哎 不幸运 已经雙风已经出现了 那呢 如果用大蒜呢 可以将个雙风的症状呢 那时间呢 是缩短很多的 好了 糖尿了 那原来传统上呢 亚洲呢 欧洲呢 和中东的国家呢 一直都用那个大蒜呢 是当为一种营养补充剂呢 是处理糖尿那方面的 那我们的初步的研究呢 也都显示到 大蒜呢 是真的呢 是有能力呢 是降低一些这样的血糖的 哇 一连串听了啊 袁医生呢 都介绍了一个呢 最好 就是很普遍大家都可以 整天都接触到的 一个大蒜加力的 一些的功效 一些的疗效 那一会儿呢 我们呢 袁医生会继续呢 就帮我们再详细解释一下呢 那这个大蒜 可以还有些什么功效的 那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一会儿呢 我们回来继续 我们今天的自然疗法语理 今天的题目就是 大蒜的疗效 哎呀 你转天来 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 那么好啊 那就买多一个 分享一下给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 可以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语理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大蒜的疗效 余先生 上一节说到 大蒜的疗效 由轻至表面皮肤上的暗瘡 到文蚌色变症症 都可以医治到的 麻烦你继续再帮我介绍一下它的功效 那为什么大蒜经常是 就是在煮食那份应用呢 原来它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胃 来到帮助我们的消化 那如果我们经常用呢 是可以呢 就是起码可以处理很多 那个消化度的问题 增加我们的那个消化 那很多时候呢 抢迫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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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刺激呢 其实呢 都可以可以用很多 这个大蒜的方面 所以不怪之的呢 很多人呢都会用大蒜 一个 一个坐船里面的工具来的 好了 耳朵 耳朵 那些痛呢 很多时候是沈蚊仔出现 是痛得很辛苦 但是首先呢 是痛得很辛苦 沈蚊仔会呱呱叫哭 但是呢 其实通常都不危险的 就算耳朵是爆穿了 都不用太紧张 例如我刚才说 大蒜是有那些抗病毒 抗毛菌 抗生素的功效 那我通常用在大蒜油 用在大蒜油 可以将那些大蒜的汁 那些大蒜油呢 是可以加到一些 或者橄榄油那里 那用这个的工具呢 就可以滴到耳朵的 OK 就是一种处理耳朵发炎的问题 中医炎的问题 但种一种呢 有时候呢 你免得做那么多东西了 就算有时候呢 就将大蒜呢 就是一粒大蒜呢 那边就切了它 那就塞到耳朵那里 那都有一种有直接的帮助 好了 眼方面呢 大蒜呢 是含有大量的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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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鲜鲜 和维他命C 那当然呢 它帮助我们 处理那些 眼睛的感染 和眼肿脏感染的问题 好了 心脏 它是可以帮助 保护我们心血管的问题 加上呢 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大蒜素 LSE 那个乙烯 丙姬 二流化物 大L 大Sulfi 是会改善我们的 心血管的健康 会加强我们的 那个血液循环 和呢 会减低那个胆固顺 那这些肯定 就是会对我们的心脏 会有帮助的 好了 感染方面 这个大蒜呢 是对付那些感染 是一个很好的 消毒物质来的 那因为它有那个大蒜素 那这个呢 有功能 这些其中功能 是帮它消灭那些细菌的 啊 就算呢 有些呢 连抗生素都打不到的 那所以啊 这个可能会比抗生素更加厉害 好了 肺方面 可以化痰 啊 对这些资料管的问题呢 或者那个 那个 那个 肺方面的分泌力呢 问题呢 是可以有化痰作用 然后呢 那个 parasite 就是寄生虫 那知道呢 曾几何时呢 我们那些寄生虫 是挺多的 有时候的 那些回虫啊 那些线虫呢 是很多的 那如果我们能够吃这些 这样的食物呢 是有机会呢 是令到这些这样的 抢导的那些 那些 那些虫呢 都可以被它消灭 或者赶走 那虽然呢 好了 还有一个呢 其实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兴趣知的 就是那个 在性欲方面 啊 原来它有一种壮阳的作用 那看到在市面呢 你看看那些报纸呢 很多很多的男性的那些 不举的问题啊 因为现在始终是 人黑老化啦 那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越来越普及化啦 那很多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 这些产品的广告的 但是你想想到呢 原来呢 大蒜都有这些这样的功效的啊 那可以呢 是加强我们 就是我们那个性方面的啊 令到我们的性欲啊 加强呢 男女都可以的啊 就是不只是男女都可以的啊 那所以呢 所以这方面 我相信很多人都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啊 都可能都在形容中 好了 还有就是肺炉了啊 就是我跟大家 以前有几集都讲啦 其实肺炉呢 已经有就是 有回来的倾向的啊 不是完全没有了的 那我发现呢 大蒜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是可以呢 对不同的肺炉的菌 包括呢 是Mycobacterium 就是分支汗菌 就是一个最常有 最常见的 就是引致肺炉的肺炉这种菌的 那我发现呢 这些大蒜油呢 可以抑制 啊 和你去减低 已经受了感染的肺炉的问题了 好了 那最后呢 就是那个伤口啦 其实你所讲的呢 第一次撒个大蒜呢 通常呢 是用来处理伤口的啊 那有很多时候呢 他就用在加点 用些水浮起它 因为你就这样 就这样 擠在皮肤那里 是很疼的 很疼的 是 就算普通没有伤口的皮肤呢 你擠下了都会疼的啊 都会有些反应的 是这样的 好了 那当然呢 我们可以 就是这样吃生的大蒜啦 嗯 因为始终呢 煮食的过程呢 是会把大蒜的数呢 是会减低很多的 那 话宿而此呢 就算煮的大蒜呢 治疗功效一样有 嗯 不过生的呢 就比较强些 那当然生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 味道很大 是很强的 是的 那当然呢 用大蒜呢 是便宜过 就是吃那些大蒜的 那些 那些营养素 是的 那我最近在网上呢 就看了一份 有个纪录片 是讲大蒜的 的 的的的的的 的的战争 那就是说 因为世界上 大家比如美国 原来很多农夫 种大蒜 但是呢 他们的种大蒜呢 是远比中国大陆的大蒜 是盖过了 那原来呢 世界上的大蒜呢 百分之八十呢 是生产在中国的 这个我都不知道 原来这么多的 但是菲律宾来说呢 我记得 有一次在面南岛 那个Mindernal那里看 哇 很多的大蒜的 在那些火仓里面 哇 那天完全是中国去的 那大蒜的功效是 就是这么多 是吧 所以呢 很容易就 就是 有些简单些 用一些新鲜的大蒜 有时候 一种做法呢 就是做一些大蒜 做蜜糖 刚才我找了一个玻璃瓶 一个玻璃瓶 有一个玻璃瓶 这玻璃瓶呢 这个玻璃瓶呢 好像Akea 我也见过有买 很多地方有买的 有些人用来做jam 那些这样的 将那些 新鲜的大蒜呢 装满它 不需要剝皮的 这个阶段 不用剝皮的 一块块打开之后 这样就 扔下去 接着呢 就用蜜糖呢 将它 就是 填满了 装满了 那将这个呢 是24小时呢 就是这样 在室温地方可以了 那就可以应用了 那这种这样的 在室温里面呢 这个蜜糖大蒜呢 可以保持成炎的 就是蜜糖也是防腐 大蒜也是 所以绝对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所以如果有这种方法 那平时呢 就当吃蜜糖那样 一袋蜜糖仔 或者蜜糖 就当糖那样就可以了 是 那这个真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每一天这样吃 就这样吃一根 吃一根 这样就可以有那个功效了 那另外呢 另外就可不可以 是做一些 譬如我们在 做一些 蘸菜啊 那些这样的醬汁 都可不可以呢 有些什么是呢 用大蒜的做些食物呢 那很简单呢 我们给你介绍了一个 大蒜汤这样 就是主要是煲汤 那其实最主要呢 都是用一些 用一些蔬菜汤 有些清汤 是 用两杯清汤这样 那再加一个 那里面有很多粒的 将那些 那些大蒜粒呢 就是分开了它 剁了一些硬皮这样 硬碎了它这样 那再用一点 一些白椒 是 和海盐 那将这个汤呢 这个清汤呢 和这些大蒜 放在一个锅里 一个平底锅里面 慢慢中火的烧它 那烧它 那烧到它滚了之后呢 才降火 那再慢慢煮多它 大概10到15分钟 令到那个大蒜本身呢 就是变成圆了 ok 那接着呢 就把它拿开它 那这样就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些搅拌 那将这些搅拌 就搅拌到它 成为一个pureen 那其实呢 我们搅拌是很好用的 是 那就搅拌到它 就是等于一个汤 是 是 如果这样煮下去 应该那个 那个汤的味道 应该都很清甜的 因为大蒜如果煮过了的时候 应该和这样将它们用blender打碎了 那些新辣味就应该没有了 应该挺清甜的 挺好喝的 是 甜呢 我们上次 我们在这个节目 曾经介绍过 用大蒜焗大蒜 是的 是的 那这个方法呢 那个大蒜真的甜的 是的 真的甜甜甜的味 一些新辣味都没有了 那当然呢 那个是要说的 是火炉呢 即是焗它半个钟头 焗它 焗它半个钟头 好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那个大蒜呢 就是治疗那个 用在你的脚那方面 嗯 嗯 嗯 当然一种方法就是那个 香港脚 是 是 那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呢 就硬碎几粒大蒜 在碗里 那里 再加一些橄榄油 OK 那就等它浸半个钟头 那接着呢 就用一些橄榄油 那些大蒜浸过的 橄榄油呢 就可以拆到脚那里的 OK 那 那什么情况用呢 比如有时候呢 你有咳 有咳 嗯 或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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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将这些呢 这些呢 这样的 大蒜粒 就在脚脂之间 就在脚脂之间 记住这个有些橄榄油的 是 就不是这样大蒜塞到脚脚的 因为呢 要大蒜塞到脚脚的 你的成绩以后就会全红了 用油搅拌过 你就可以塞在脚趾之间 接着就出一堆蜜 晚上就睡觉 你发现早上口气有大蒜尾 证实你皮肤吸了很多大蒜 大蒜可以直接进入你的身体 直接去到肺方面 大蒜对肺方面是很有用的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是死去肺炎的 老人家如果有一些伤风 或者感冒处理得不好 就会变成肺炎的 所以一个很有效的工具 就一遇到这些呼吸问题 肢气管炎 就照顾想肺炎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用这个方法 将大蒜油搅在脚趾 当然你可以吃 就是这个几道方法 你可以吃 包括上次教的大蒜 即是烤过大蒜 真的很简单很容易 因为有时候有些 譬如如刚才说过 老人家的长者 有时候有些呼吸系统 或者伤毛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演变肺炎 这个方法 即是浸了大蒜在橄榄上 或者在脚趾上 又可以穿对蜜 那一晚 这个可以给肺的功能吸收 挺方便挺容易 又不怕 他觉得很大股 没睡觉的时候 会阻止 影响到睡眠 一些这样的 是的 那我们上次教的方法 很简单 都要半小时 但是这个是很直接的 直接吃下去 另外再教一个 是做一个酱 做一个酱 用消用大蒜做一个酱 需要一些豆 有些人用一些白豆 也有些人可以用一些鸡嘴豆 首先把豆煮熟 或者一个罐头豆也可以 比如15盎司一罐 那你接着就用两粒 焗过的大蒜粒 两只 再用三个湯匙的新鲜的蜥螺 丢 一种西方的香草 好 好了 接着用四分之一杯的 橄榄油 或者多一点也可以 再用半茶间的海盐 四分之一茶间的黑胡椒 将这些成分 记得它的豆已经煮熟了 是 就放在一个食用程序里面 就brank它就可以了 brank到它变滑了 brank的时候 也可以加些橄榄油 一边brank的时候 一边挂一下边边 这个就成为一个碟 就是一个酱 可以用什么呢 可以用红萝卜条 也可以用饼干 也可以用面包碟也可以 也可以用芹菜 芹菜条 是 真的都很简单 其实这个大蒜 这个加力 都在各方面都有很大 除了我们以前认识到 煮菜 中菜 西菜 都很喜欢用这个蒜 其实在那个临床上面的医疗效果 都很显著 由表面皮肤暗瘡的情况 到刚才说过 肺炎 甚至乎是癌症 都可以有很高的疗效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食物是最好的医药 food is the best medicine 所以从各方面 不要看少一些 好像很简单 或者是很常用的 其实原来 我们慢慢地发挥到 功效的时候 在一个很好的临床上 医学上用途 好 今天多谢袁寅 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